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尼欢迎您收看咱们今天这一期啊 这个我又把自己变小了 今天我们要展开一个非常大的讨论 这个大讨论呢都是围绕着裴洛西究竟是否访台的可能性啊出现的 那与此同时呢在7月31日的时候呢 裴洛西离开美国乘坐专机飞往新加坡 那根据现在目前我能看到最新的消息呢 是裴洛西已经到了新加坡 而且和他的参访团呢将会对新加坡进行围细两天的访问 也就是说在8月1日和8月2日的时候 在新加坡啊将进行访问 那与此同时呢网络上各大媒体阵营的咱们这些啊 老卑鄙们全都出来了啊 不管你是哪个这个阵营的 全都互相互喷啊 称对方为胆小鬼 对方怂了啊 对方软了 那于是乎呢就产生出一个好玩的东西 叫做谁是胆小鬼 那谁是胆小鬼呢 我就想起了一个东西叫做博弈论啊 在博弈论当中呢 那个其中有这么一套理论 叫做胆小鬼博弈 而胆小鬼博弈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那本期呢 我们主要讨论四个点 什么是胆小鬼博弈 中美政治啊 和外交的这个政策之间 各用什么样的策略 军方的策略是什么 然后第四 我们讨论一下裴洛西的形成 和裴洛西的访台可能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啊 这张图呢 是胆小鬼博弈的收益矩阵 所谓收益矩阵呢 就是一个算式啊 大家不用想的特别复杂 如果说举一个例子来说呢 就是说有甲和乙 两个人分别呢 开了两辆车 而这两辆车的车头呢 相对就踩油门 然后互相啊 这个朝着对方开 谁先转向 或者谁先跳车 谁就是胆小鬼 谁就怂了 谁就输了 所以呢 我把这个甲乙两个人呢 就变成了中国和美国 开车的状态呢 其实就是在对于裴洛西 访台的双方态度 如果熟悉纳什均衡理论的人 应该就清楚啊 在这个收益矩阵当中呢 有两个纳什均衡点 一个是3比1 一个是1比3 这个我们不来讨论 因为本期眼纳什均衡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两个点 一个就是说双方都示弱 双方都转向了 双方的收益是2比2 最差收益是什么 是右下角的那个 双方都是零 也就是说双方都不认怂 双输局面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就在看啊 就说究竟谁得分了 谁得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我们来分析一下中美的政策啊 就是在政治和外交的策略上面 究竟谁得分谁得点 那么得分得点 在这个里面是否是平衡的状态 那与此同时 当然我也要说一件事情啊 这个胆小鬼的博弈的模型呢 其实也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个事件 因为相对来讲的话呢 这个比较简单 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 特别是这次针对佩洛西访台的这个点上 更加的复杂一些 但是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大家记得这个胆小鬼模型啊就行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策略上的讨论 我们来看看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怎样的策略 首先我们第一要说 在四月份的时候 如果要是论得分得点的话 佩洛西访台的消息呢 就被日本的富士新闻爆出来了 结果当日中国外交部 就透过政治外交渠道向美方施压 抗议这个行为 结果佩洛西战略阳性 五月一日去了基辅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 中方得一分 中方先得一点 一比零 到了七月十九日 再次提出佩洛西是否访台 谁又得点 谁又失分的呢 七月十九日的时候被提出来了 七月二十日 中国外交部马上做出回应 七月二十日的时候 拜登就接受媒体采访 说未来十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 而且呢 军方也不建议 陪洛西去台湾 那在这个点上 他把这两个二者巧妙结合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也讲过 其实来讲 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筹码 那么与此同时 在七月二十五日 七月二十六日 都不断的在释出 直到七月二十八日 中美两国元首 果然在一起这个通话了 那么通话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到一件事 在七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左边那个地方紫色的那一条 在外交部给出强硬态度之后 外交部同时给出了一个示意 这次的两国元首通话 是在佩洛西访台的背景下进行的 在这件事情上来讲 从我个人角度 中方也是让了一步 也就是说让美方再得一点 那这时候一比一平手了 你也不吃亏 我也不吃亏 谁也不占谁便宜 那么接下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佩洛西究竟是否访台这件事情 美方无法给出承诺 美方在四月份与七月份同时 都是透过媒体释出消息 佩洛西本人也对这件事情不置可否 我不说去 我也不说不去 但是我们都在围绕这个事情讨论 而不是把这个球完全抛在自己身上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直接导致你本人丢脸 或者你代表的背后政府丢脸 但是这是美方做出的一个策略性啊 就是说我透过媒体 到时候我可以否认 我说我本来就没有这个形成 这是美方采取的一个策略 中方采取的政治和外交策略是什么呢 中方采取的强硬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半边啊 从7月19日一直到7月31日 不管是外交部国台办还是这个其他的有关部门 只要是红色标记的全部都是中方采取的强硬态度 但与此同时中方也释出了另外一种态度 特别是大家注意 拜登在7月21日阳性啊中标的时候 7月22日的时候呢 中国国家主席就置卫问殿 那么与此同时7月26日的时候 外交部呢在面对涉台问题的时候呢 也劝诫希望美方能够找到相处之道 而政协的主席汪洋也开了九二共识 30周年的座谈会 到7月29日的时候 耿爽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时候 也没有直接点名美国在这个点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一直在示意 直到7月30日 人民日报终生也提出了 我善处理中美关系必须加强沟通 避免误判 然后新华社又再提了九二共识是台海和平的基础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软性的示意 然后我们再拿出我刚才拿出的那个矩阵图 这个胆小鬼的收益矩阵 没有办法完全的解释中美关系的双方策略 双方各得两分 和右下角双方都得零分的情况之下 中方一直在用这种方式 试图引导和沟通和美方进行沟通 把它引到那个双方二比二的状态里面去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现行策略 而我们看到右方的 这个美方的策略也一直是没有抛出 非常强烈的强硬的外交与政治态度 都是在讲啊 我们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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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等等 那军方的态度是什么呢 尤其是中国军方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准备 因为没有战略互信 如果你了解这个囚徒效应的话 你就知道 在没有战略互信的前提之下 我们一定选择一个最优解 也就是说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 我只能按照我的最优策略来做 那与此同时 美方的军方做出了一个怎样的东西呢 在7月27日的时候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对外透露出来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他已经亲自向培洛西提供访台的安全评估了 但同时 奥斯丁拒绝评论 培洛西是否访台 我们也在南海态势战略感知计划 也可以看到 美方的里根号航空母舰 一直在南海游弋 直到7月月底的时候 还跑到了新加坡的张仪海军基地 休整了五天 然后消失在南海 走的是菲律宾 那当然有一些各外界的解读说 松了 美军松了 美军的这个里根号逃跑了 在我看来并不是这样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美军的里根号高度的有可能徘徊在菲律宾海 台湾之间 特别是台湾东部外海 很有可能美军的里根号一直在准备待命 随时要保护培洛西 因为培洛西很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访台 待会我们再来谈 那么在军方的策略当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在7月29日的时候 美国方面突然间宣布F35的全系列停飞检查 F35到现在为止三个系列 F35A B C A是陆基型的 B是垂直起降的 C就是舰载机 我高度的认为这是策略性的停飞 而这个策略性的停飞 美方说大概有一周的检查 那一周的时间基本上 培洛西的形成也差不多完结束了 在我看来我的推测 美方的军方 他们提前做出了一个护栏性准备 也就是说避免如果培洛西一旦访台 美军的军机一定要扮飞 保护培洛西的专机 美国如果最先进的战机扮飞的话 直接面对解放军 很有可能美军的F35的类型的战机 被中国军方搜集到他的很多信息 所以美方提前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美方可以选择其他的战机来扮飞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们再来聊第四件事 培洛西的形成和访台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看到呢 是培洛西的官方办公室给出的对外的新闻稿 也就是说在7月31日的时候 培洛西公布了他此次访问的行程 他将前往印太地区 他要访问的国家有包含有新马来西亚 还有韩国还有日本 那么现在根据新加坡的新闻 我们可以印证到啊 他第一战士到了新加坡去 并不是培洛西一个人 培洛西的代表团成员都在这里 所以说他是整个的一个访问团 在这个访问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有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米克斯 一旦到了台湾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包括培洛西本人的这种官方身份 我们在地图上看啊 培洛西的路线大概是这样的 培洛西从华盛顿起飞 中转到了夏威夷 然后再中转到了关岛 从关岛地区带飞到新加坡 那么在新加坡这个位置上 培洛西在这个点结束了 他的行程之后 他的下一站将去哪里 有可能是马来西亚 有可能是日本 但是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日本 他必将要经过的一个点 就是说他要从新加坡这个点 飞往日本东京 有细心的网友应该发现了啊 这个黄色的五星和绿色的小旗子 黄色的五星呢 如果把它连接在一起呢 是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绿色的小旗子啊 如果把它连接在一起呢 是台湾的ADIZ防空识别区 不管是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 还是东海防空识别区 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密集的重合点 最有可能性的 按照之前的培洛西的这个行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直接第一站飞往新加坡 那么如果我们从新加坡这里面来看的话 他如果下一站去日本 他很有可能在中间这样转过去 避开东海防空识别区 和台湾的ADIZ的防空识别区 从台湾的东部进入到台湾 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 对于培洛西的专机都没有好处 没有任何好处 他不管是进入到 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里面 还是在我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 只要在这里进行穿行 他都有大概率可能性 被我国的军机进行拦截 或者是驱离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最谨慎的方式是什么 是透过新加坡 穿过菲律宾的方式 在台湾岛以东 也就是说避开所有的防空识别区 这样呢 既对解放军的拦截啊 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 造成的一些影响啊 构成了一些困难 那也避免了 他被进入到防空识别区 提前感知到 那么也就是说你飞在公海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是没有驱 警告和驱离你的这种道义的 我在公海海上飞 你不能驱离我吧 对吧 这是没有道义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突然间转向飞到台北 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这个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最大的变量就是 培洛西突然间转向飞到台湾 时机很有可能就是稍纵即逝 那么也就是说 解放军如果想要进行高度戒备的话 必须要在 陪洛西离开新加坡之后 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 也就是台湾整个以东周边的这个空域 进行常态化巡航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第一时间发现 那么与此同时 里根号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在徘徊 在菲律宾海这个方向在徘徊 随时可能配合他 包括美国的空军加首纳空军基地 都有可能配合陪洛西 在这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量 陪洛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台湾 他没有在8月1日的时候 直接硬刚透过防空识别区 按照我们之前说走的那条路线 先到日本 从日本穿过东海防空识别区 去进入到台湾 在美军的护航之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没有从关岛地区进入到台湾 他直接坐着专机飞到新加坡 8月1日大家都知道是建军节 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讲 他没有直接挑衅 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我相信佩洛西本人应该也清楚 如果8月1日强行硬刚进来的话 会直接导致这个事态升级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胆小鬼游戏的那个状态 如果你跟我死磕 我一定会跟你死磕 那最后就必须有一个人是怂的 那谁怂 要么就是怂 要么就是咱们两个人 谁也别想好 我们透过之前的 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点 中方和美方的相互这种示意 在政治外交层面 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中方和美方同时都有意愿 进入到这个胆小鬼模型当中的这个最佳收益 这个所谓的示弱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认怂的那种 而就是降低我们彼此的这种互相挑衅 或者是说强硬的态势 当然同时最佳的收益是 我们彼此都有强硬的态势 我们彼此都表现出了强硬的决心 都有一战的准备 但是我们中间有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隔空互骂 隔空对喷 虽然我们都转向了 但是在转向面对面的那一刻起 都吐了对方一口唾沫 然后我们互相回到彼此的阵营 谁也不丢面子 彼此都维护了自己的可能性 而没有导致我们发生最坏的这种可能性 双方谁也没有赢家 可是如果裴洛西进入到台湾 美国又会再得一分 那如果美国再得一分 这个平衡态将会被打破 中方必定会以军事的状态 给予美方回应 而中方用什么样的方式 给予美方回应 取决于裴洛西 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台湾 如果裴洛西半截说 我飞机坏了 没有了 我要中途迫降到台湾 而且也取决于裴洛西下不下飞机 会不会对台湾进行访问 和谁见面 这个都是很多不可预测的变量 这些变量都会导致 中国大陆在军事 或者是其他层面 给予一个另外一个变量的回应 而使这个关系的平衡态 回到那个平衡的状态里面 我认为裴洛西 还是依然有可能进入到台湾的 未知的是裴洛西用什么样的方式 与此同时 我们要说 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台湾用什么样的态度 和方式迎接裴洛西的到来 假设裴洛西 如果进入台湾 有一种很低的可能性 就是台湾当局 直接拒绝裴洛西入境 那美国的军机会不会进来 美国的军机进入到台湾12海里的可能性极低 这样会直接导致中国大陆产生剧烈强烈的反应 也是双方死磕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还有没有另外的可能性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台湾方面直接派飞机起飞 警告裴洛西的飞机 然后引导裴洛西降落到台湾的机场 那同时裴洛西不下飞机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双方都有面子 大陆呢 军演再加上越过海峡中线 或者是这样的情况 能够让这一场事件完全平复 也就是说双方都得到了那个2比2的点 谁也没出 那如果但凡有任何一方产生了一种烈度更高的这种方式 都会导致这个局势这个态势升级 最终究竟会如何 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我是罗尼 我在中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